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 咱们开始商业插画的第21讲 此后的三讲都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案例的分析和制作 这节课咱们就开始讲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 能够让大家比较快速的从没有基础或者少基础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能够比较好的去完成一幅插画作品 接下来咱们打开PS 这是我新建好的一个页面 包括如何去寻找素材 这个都是咱们在上一次实例分析中给大家介绍过的 咱们就为了节省时间给大家直接说如何去创作和这样的一个思路 咱们这个要做的插画主题就是在道德储窗下的这样的窥视 这该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现在媒体大肆宣扬或者过分宣扬这些偷盗啊 这些暴力啊 血腥啊 导致大家对这样的事情比较就是感觉适应嘛 就是更多的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比较麻木了 而且不能很好的去运用自己的同情心 这个是现在就是媒体它发挥的一个副作用 所以说咱们就要画这样一张画 就是表达这样的现在媒体和人们这样的一个窥视 或者在橱窗外面进行展示这些不道德的东西 导致大家的同情心的丧失 所以说咱们从这张素材大概就是一个人 他特别兴奋的看着橱窗里面或者是玻璃窗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这样的时间长的话 肯定他自己对很多 比如说一些现代人们对一些乞丐啊 是吧 也残疾了呀 已经表现出这种莫不关心 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你也不知道哪个是骗子 或者是或者是善良的人 如果区分不了 这样的话 大家对现在出现的很多这种应该去同情的事情 反而表现出来很冷漠或者很冷大 这样的一个素材下 咱们就进行可以创作了 首先是把这个素材咱们需要找到需要的这个点 现在是需要这双手来表现这种窥视的这种动作 所以说咱们在新建模板就是把他把这双手擦出来 稍后做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用这张素材是做什么用的 抠这个素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和仔细一些 因为你的不认真就会导致很多在后面绘画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失误 所以说前期把素材一定要运用的比较充分一些或者极致一些 这样的话在后面绘画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容易 咱们只要这双手里面的眼睛都是不需要的 包括这个人的头发都把它完全删掉 为什么用模板呢 模板就是能够不停的去哪里出错了 然后还可以去修正 像这种擦的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哪里失误的地方 然后你还可以通过白色的这个画笔把它再擦出来 这个就是模板的使用 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可以上网搜一下ps模板的使用 越是细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越耐心 咱们第一个上一个课程里面的那个画的翅膀 就是自己通过大概看一下这个翅膀的形状 然后符合自己内心所想 然后就可以比较大胆的去创作它 那咱们这节课就是在讲如何运用这个素材比较省力 而且比较好的去轻松的去完成一幅插画 这个过程稍微有一些枯燥 不过对于心系的朋友来说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要锻炼人 画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耐心的过程 所以说不要急于求成 好的插画或者好的东西它都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没有那种一出而就或者是很快的 就像拆晓筋三板斧似的插插插一下就可以画出来的 而更多的需要自己不停的去思考 然后在画的过程中也要不停的去思考 看看这点点 就会变成了 那么多的 就会变成了 在这篇中心里也有点不停的去解决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失误 可以通过蒙版工具,然后把它再画出来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了 好的,那咱们这个手就算是可以抠下来了 而且还稍微比较细致的去把它扣出来 那包括一些白色的地方,通过这种模棒工具 这种白色的地方可以删除它 这个就是这张素材,它里面有的一些东西 删除它就好 然后咱们这个手就算是抠好了 然后咱们就对它在这个素材的新建一层 在这个素材上面,然后再进行绘画 那么可以选一个画笔 比如这个画笔,是吧 然后咱们就在上面可以大致的开始进行这样的绘画了 这有一个这样的作画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你再根据这个 这本身的绘画的这张素材的结构 再对它进行研究 而是大概已经有一个方向了 就可以根据这个方向进行绘画 而且它的绵暗关系也已经有了 而且不要把这个颜色涂得过于过于实 因为你在后面的时候 你还要根据它这个手透出来的纹理 然后能够显示这个手它的质感 或者是咱们这个颜色都也需要 一层一层的叠加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缓慢的过程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着急 一步步来 来教给大家这个方法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 能够第一时间抓住造型 抓住它的一个外轮廓 这样的一种很好用的方式 也有很多插画师通过这样的一个 叠加的形式 就是对它进行创作 但是在创作过程中 就是你要保证这样的图片 它 你不要完全写实 或者是一模一样 对吧 对它进行再创作 如果跟它有一模一样的这种 这种趋势的话 可能会导致 比如说有些素材的侵权 很难是吧 因为咱们这节课 就是教授大家这样的方法 所以说我在这里 也做一些这样的调整 然后通过一张现有的图 对吧 然后对这样的一个插画 进行再创作 所以说在过程中颜色 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 比如说深一点啦 浅一点啦 对吧 然后都可以进行调整 如果如果比较小的话 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原来的这张图 咱们可以 可以复制一个 然后把它拎出来 拎到这里 拎到这里 然后比着它这张手 然后进行绘画 它的造型 你在不停的上色的过程中 其实对它 这只手底下的这个 有一些形形状 还是有一些损耗的 所以说你也要根据这张图 它里面大概的一种方式 然后进行绘画 就是说它的这个 颜色上 其实就可以稍微的 稍微的 不需要 不需要这么抠的厉害 就可以给它稍微的轮廓什么的 分明一点 对吧 不要勒得太死 然后把手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抠掉的 然后可以在这里都显示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眼睛比较吓人 就可以把它涂掉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做它 其实咱们就简单的做了一个这样的形 就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插画它大概的一个明暗关系 对吧 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是比较细耳的去描绘它 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这节课先到这里 咱们下一节课就继续给大家深入画这只手 然后来看一下 喔 编写 然后 RM